我想問一下因為現在最大的正解點應該是這個開放式初選 那想先問一下這個金智慶長說 因為這個東西好像最早開始是民進黨第一次在第一次選總統大選的時候推動的 那當時他們辦了49場的這個地方的這個辯論然後投票這樣 那因為這個時間很緊迫 那想問一下說你們這樣子你們心目中有沒有一個大概的數字說 大概會要辦幾場這個地方性的這個辯論投票這樣 那剛剛有提到說因為這樣子的話會不會產生 因為這是要產生最強的一個候選人 那投訴會不會擔心說可能綠營或是有一些民眾來有一些冠票的行為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來阻止 我想這個是在西方國家跟也是在亞洲也有國家都實行過的 我們估計的時間根據我們以前每半這個黨內初選的經驗 時間是足夠的 是可以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的 剛才念的聲明裡面也很清楚 我們可以在這個所謂的候選人選區裡面辦 或者是 或者是設立這個所謂的投票開票所 那您剛剛提到的問題就是所謂的灌票的問題 這其實在民調之中我們也是最擔心的也是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特別設計了一個所謂政治裡面的認同卡 而且是實名制的話 以我們的了解 必須要簽這個實名制的話 要發生這個綠的動員的狀況 應該是比民調的風險要低很多 因為民調的話可能比較容易有灌卡 因為它只要坐在家裡面 接一個電話 它就一通電話就可以決定投票的話 我們這邊必須你真的要走到這個投票所 而且還要簽一個這個所謂的 意思就是防止灌票的這樣的一個認同卡 認同卡 所以我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回答您的問題 今天都有同意要在確認前下最強候選產生方式後來進行辯論 那有談到說假設最強候選出來之後 另外一個人是當副手還是退出嗎 還是怎麼樣的方式進行合作 謝謝 我想今天我們先討論第一件事情 我們今天大概主要的就是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政策 第二個就是產生方式 第三個就是公開辯論當然還有事成 那我們先把第一個問題解決才有辦法討論後面的問題 所以今天沒有討論到你的問題 我想我是尊重黃總幹事的看法 但是我們剛剛是希望原來今天就可以再進一步討論 但是總幹事總幹委這個沒有決定之前 討論這個沒有什麼意義 但是其實我們是有一些想法 我覺得我尊重黃總幹事 今天就沒有討論這個議題下去 其實我們是有備案的 但是要尊重今天就沒有討論這個議題 請教一下 因為剛剛那個國民黨今天提出的那個美式初選 我印象中在那個四年前就是文敦義主席任內 他那時候趙昭康總理長也有提過每次初選這個方案 那時候甚至有被鐵圖或是卡朱利文的疑慮 那我想知道現在我這邊提出每次初選 這個是出自於趙昭康的提議 那另外我想問我先提提主長說 黨時候對每次初選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麼樣 過去到現在認識我的媒體朋友就知道 我第一我不會騙人 我可以不告訴你那我絕對不騙你 所以您剛剛那個配側我給您證實 百分之百沒有在維持 那因為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柯主席在十月初提出來 我們很快的 也就是針對柯主席所提出的各種方案 都在思考怎麼樣能夠提出一個應對的方案 所以應對方案就是說 我們為了要實際的推出真正最強的候選人 因為我在會議之中也跟黃總幹事交換意見 我們對於全民調的看法 我們的隱憂各種方式 我覺得我們提出的方式是最能夠避開的隱憂 並不是 因為從2012年我沒有記錯的話 法國開始就所謂的 他們不同黨派就開始推動這個初選 剛才總幹事提到一些疑慮 我也表示尊重 但是我是覺得 在今天這個社會 如果你還想要有一些灌票 或什麼大批動員 那時候是瞞不住一般人的眼睛 因為現在大家都有手機了 一下就可以查出來 而且採取實名一次的問題 我就不多說 因為我們的尊重彼此的看法 大家再回去討論 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好的整合出來 那是不是請民主長談一下 這個方案是經過我們黨部跟計算辦公室 共同討論過以後的方案 沒有問題 黃總幹事跟金執行長 就是剛剛說明天會決定下一次的開會時間 那下一次的旅會人員還會是原班人馬嗎 或者是候選人會一起參與討論 另外下一次如果是討論的話又沒有結論的話 下一步會怎麼做呢 我覺得您這個太多角色性的問題了 角色性的問題真的是 我不太好回答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見諒 我們沒有辦法回答一些角色性問題 我不知道總幹事看法 因為明天我們會是通知對方下次會議 因為主要要回答我們今天沒有共識的部分 回去討論的部分 所以沒有辦法回答你說 如果明天沒有同意的話 大概這個案就沒有吧 那如果同意當然就會往下繼續談 或者是修正 所以明天會討論說 下次要不要討論修正案 那或者修正方式是什麼 那如果整個案子可能很難達成共識的話 我們也會跟這方當面在做說明 那第二個就是候選人的部分 因為現在是幕僚作業 我們會先以幕僚作業 原班人馬應該不會換人 除非我們被換掉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好